若福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日前批评首佛的廉价祖乎环境恶劣之后 地方政府发展不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消除事故来皇后花园廉价祖乎附近的垃圾 如今州政府也考虑是否有必要拆除并重建 这片乌龄超过40年的祖乎区 掌管榮佛房屋与地方政府的州行政议员 南都莫哈莫加福迪 今早巡视皇后花园廉价祖乌的清洁工作后指出 伊斯坦达公主城市政厅选定第16座祖乎72个单位 作为试点项目 花费180万令吉翻修 预计年底竣工 如果要重新整顿所有44座祖乎 估计耗资2630万令吉 但是考虑到整修只是短期的应付方案 州政府也在考虑拆除重建的长远效益 人类的项目 也不如便宜 这种原因就会有个小处 我做什么事 你不敢做什么事 我觉得你能做什么事